一、中医包含着科学真理,一、我们知道中医包含着科学真理,非常宝贵的科学真理,但人们以貌取人,怀疑中医有没有真理。 胡静儿正为中医制封建高破,1984年5月16日治理应生,前学生书信学上卷0088页,国防工业出版社,2008、6、2、中医理论托付于阴阳五行单支的思维框架,已经是辩证的了,比经典西医学强,但我想中医理论还是有点简单化,所以中医名义还要靠临床经验。 1988年11月21日治刘静和,前学生书信学上卷0409页。 三、我的体会是,中医理论就是把几千年的临床经验,用一两五行单支的框架,来整理成为相学理论。 这个框架一方面有用,因为它把复杂的关系明朗化了,另一方面又有局限性,因为框架太僵硬了。 你们搞中医为下学,就是一方面要发芽传统中医的优点,一方面补齐不足。 1988年11月4日治刘伟日,前学生书信学上卷0402页。 四、老中医也知道,直一两五行也不够用,他们得根据自己临床经验,和思维灵想加一补充。 我想主要是相生相开,但这也就是辩证法。 1994年10月7日治于锦人,前学生书信学,下卷0979页。 五、中医理论就是典型法,从病人各种典型概括出阴阳五行的理论。 但就是对人体这一千百年势力中,得出的中医理论,也不能作为死教条。 按病人实际情况还应做适当调整。 中国有名的中医,都是根据自己行医经验,对一方做些适当变动。 这才是明医,不是用医。 1995年1月25日治理事会,前学生书信学下卷1001实现。 六、医学不已有几千年的经验了吗? 人的一生是有变化的,生老病死。 但模式基本一样,在几千年中重复了一亿万万次。 所以医学,特别是中医,是有经验基础的。 1994年12月2日治王寿云等六同志,前学生书信学下卷0992届。 七、中医的理论是系统观的。 知识科学的,前学生人体科学与当代科学技术发展纵横观107页。 自从1983年之一,987年前学生在507所学术讨论会上的历次讲话混编。 八中医的特点在于从整体,从系统来看问题,前学生等论人体科学,297页。 人民真一出版社,1988,12,9。 中医理论中的一样书和五行说,中医理论的赞辅论和经络学说。 中医理论的六因,七情,中医讲究辩证论制。 这些都强调了人体的整体观,以及人和环境,人和工作的整体观。 应该说,这是符合马克思主义哲学,辩证为物主义的。 中医理论的缺点是它和现代技术挂不上钩,预言,概念是两套。 前学生等论人体科学七页,三,信中所述中医症的观点我同意,正是高层次整体性的。 但系统论也不是元气论,只强调整体,不考虑微观原则论,还原论。 系统论是整体论与还原论的辩证统一。 1988年8月26日至黄建平,前学生书信学上卷0389页。 11经络是我们中医理论中基础性的东西,是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前学生人体科学与当代科学技术发展纵横观149页。 12、12经络不能代表两个系统,是一个功能系统。 前学生人体科学与当代科学技术发展纵横观241页。 13、系统的理论是现代科学理论里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是现代科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而中医理论又恰恰与系统科学完全融合在一起。 所以还有个旁征,人的社会实践和科学的发展,已经指出中医的这个方向是对的。 不仅因为有中医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的几千年和这么多人民的实践证明, 而且另一方面,中医的看法有跟现代科学中最先进,最尖端的系统科学的看法是一致的。 也就是我们在这个所里讲的人体科学的看法。 我讲过,越来越证明我们这个观点错不了,我们的方向是正确的。 前学生人体科学与当代科学技术发展纵横观301页。 14、从人体科学的观点,中医有许多比西方医学高明的地方, 但将来的医学一定是集中医,西哥民族医学,于易卢的新医学。 1990年12月11日致时镇林,千学生书信学上卷旅五五三页。 15、医学的前途是中医现代化,而不在什么其他途径。 人体科学的方向是中医,不是西医。 西医也要走到中医的道路上来。 前学分等论人体科学,两百七十七页。 十有,我认为传统医学是个人宝,因为它是几千年时间经验的总结。 分量很重,更重要的是,中医理论包含了许多系统论的思想,而这是西医的严重缺点。 所以中医现代化,是医学发展的正道,而且最终会引起科学技术体系的改造,科学革命。 1985年9月23月注释诺,前学分书信学,上券0191页。 二、中医是自然哲学。 一、中医理论是经典意义的自然哲学,不是现代意义的自然科学。 其实这里并没有贬低中医理论的意思,没有自然哲学,也就没有自然科学。 今天的中医理论正是将来中医现代化,或医学科学革命的老祖宗。 1983年3月17日至黄建平,前学分书信学上券004页。 二、人类认识自然界之初,必然有一个自然哲学的阶段。 在经过了科学的巨大发展的今天,已经不再需要自然哲学了,而应该接受自然科学。 我认为中医理论很像自然哲学,其中包含着人类智慧的珍宝。 人体科学很需要这部分珍宝,要加以整理、提高,而绝不能丢掉。 前学生人体科学与当代科学技术纵横观108页。 三、什么叫自然哲学?什么叫自然科学? 我以为凡不是自然科学的,从经验概括起来的理论,都可称之为自然哲学,因为它必然包括一些猜测,一想的东西。 那么,什么叫自然科学? 自然科学的学问是,一方面研究一种对象的学问,但一方面就和全部自然科学,扭机地结合成一个整体。 如现代科学的物理,化学、生物学、地学、天文学、电子学、机械学、水力学、海洋学、气象学等,都是互相关联的一个整体。 所以中意理论是自然哲学。 他独立于现代科学之外,1984年6月2月至黄建平,前学分书信许,上卷0092页。 四,中意是东方古代的自然哲学,而恩格斯早就说过,当马克思主义哲学出现后,再去恢复古代的自然哲学不但没有必要,而且是倒退。 所以我们要实现中意现代化,也要把中意的哲学理论现代化。 这就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指导下,用现代系统科学的语言,改写中意的理论。 而现代系统科学语言中,最接近于这个东方古代,的自然哲学,的是武汉数字公主研究所无学盟同时的范锡元理论。 1987年8月19日至肖汉宁,前学生书信学上卷0335页。 三,中意现代化的战略。 一,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及系统论为指导。 一,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及系统科学来攻中意。 一,现代化这个观是可以肯定的了。 这就是中意现代化的战略。 1985年12月30日至黄建平,前学生书信学上卷0218页。 二,要注意现在一种苗头的一些很重要的哲学宫典。 这就是系统论,人天观,系统论,人天观实际使人与宇宙形成一个超级系统的观点。 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已有的一些最核心的观点。 如辩证为物主义,自然辩证法,历史为物主义,认识论等的一个新的补充。 前学生等论人体科学302页。 三,18世纪开始的所谓中西徽通,大概脱不了当时的西维中用,也有点成绩。 如中药也用那西洋深,五六十年代的中西一结合,实际上是用西一的理论来改造中一,有成绩。 但最后,也走不通,中西一结合的老专家跨安坤,就亲口对我表示困境。 我想知道思想只能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辩证为物主义。 在九十几年来在中国出现开放复杂剧系统理论,一要是对人的,而人体就是开放的复杂剧系统。 是复杂剧系统,不仅仅是系统,更不是简单系统。 这些都是带根本性的,是新一代中医药学研究的出发点。 一要注意不搞机械为物论,盲目相信仪器,二要注意不搞简单化,把人体当作简单系统。 一气读书是表象,深层实质是复杂的,绝不能一对一。 中医要研究要走人体科学的道路,也就是综合中医和西医等的成就。 上升到更高层次的医学,21世纪的医学,而综合要靠开放的复杂剧系统理论。 1990年6月15日至宋建,填学分书信学上卷0520页。 四,开放复杂剧系统概念的形成和从定性到定量总和集成法的创立是中国人的功劳。 从此人认识欧世界的能力,登上了一个新台阶。 既然人是一个开放的复杂剧系统,我们研究人体科学,就要应用从定性到定量综合集成法。 这是一个根本的观点和方法论。 现在我要说,我们的理论又上升了,上升到人体是一个开放的复杂剧系统这个观点。 我们要以这个公点,来改造一切旧的,关于人体的学问。 前十四对人体科学研究的极点认识,中国人体科学1991,一卷二七五十三页。 五,西医中的人知识面不广,尤其对今天人体科学的新发现不甚了了,而新的发现却说明经典西医理论局限性太大。 好多现象讲不清,所以国外医学家导反而对中医理论很感兴趣,要解决这个问题,就必须启发诱导这些西医论者认识今天人体科学的实际。 中医讲究意识,情绪的重要性,这又是西医论者的大忌。 他们以为讲科学就不能讲意识,不能讲精神,这也是个误解。 现在科学早已证明意识和精神,不过是物质的大脑活动的表现而已。 没有什么可以大惊小怪的,也因此意识和精神,可以把作用与人体。 以上两个方面的是做得好,还可以打开一些中医的眼界,看到现代科学毕竟是进步的,不能死抱着几本中医经典不放。 闭关自首,我们要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指导下,把中外医学的好东西结合起来,用系统科学来促使中医现代化,及医学现代化。 这是由低到高的阳气,综合而阳气是最难的。 历史上的飞跃,科学革命都是如此得来的。 马克思创立历史唯物主义,创立剩余价值论是综合而阳气,爱因斯坦创立相对论是综合而阳气。 1983年11月29日至宗伟日,前学则书信学上卷0052线。 6.把中医都内入到科学技术的体系里,创立新的关于人的科学。 我趁其为人体科学,这样的科学一旦创立起来,必然会提高改造现在已经有的科学技术体系。 当然这一步应该是彻底的,不仅是现象的概括,不仅要知其当然,而且要能讲出其所以然,这才是真正的中医现代化。 不,不仅是现代化,甚至可以说是中医的未来化,这是一个伟大的任务,是改造整个科学技术体系,创立新的科学技术体系,所以是一次科学革命。 前学分等论人体科学,301页。 二,写出一套现代的中医书籍,一,要在中国保存病情而发展中医,必须在维护中医理论全部实质的前提下,把其表面形象改变一下,用马克思主义者学,用现代科学的语言来表述。 不用古医书中的词句,写出真正的现代中医书籍,这样一整套书,不是灵性的一本,基本,要从人体理论到医理,到临床医学,所以中医当然包括脏医,猛医等,的现代阐述是一件关系的祖国传统医学的生死存亡大事。 而且师父我大喝,1984年5月22日至随阅离,千学则属性选,上卷0090夜。 二,为什么中医教育办不好,后继拔人?我想一个带根本性的问题,是中医的面貌看起来,好像不和现代意识形态相一致,古文而不是现代语文,叫什么营养五行,而不是对立统一和大系统等等。 从而是现代的中国青年男女领会,学也学不尽,更不要说掌握一理了,中医理论的这一理人生味的形象也使得不少人对她不理解,所以尽管宪法上明明写了,她还不愿支持,顺而打击,就连中医学院也有人反对中医,怎么办?我想只能对症下药,给中医换装。 那中医理论,中医医理用,一,现代语言,二,马克思主义哲学,辩证微物主义,来阐述清楚,写出一套现代的中医书籍,这还不是中医现代化。 不是用将来会出现的人体科学来提高中医,创造新医学,只是保留中医的真正科学内容,老老实实地阐明中医的道理。 请老中医同志,不要担心,我们是要把中医的珍宝保留下来。 我在四川科技出版社出版的《大自然探索》,1983年三期上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结构和中医理论的现代阐述,假的就是这项工作。 我现在感到它已经十分迫切,不能拖延了,我们要培养下一代中医,只能用这套书籍,不然培养不出今天的中医。 有了这套中医医书,感对中医的人也能舒服了,因为我们是讲马克思主义的呀。 三,我现在认为,中医所遇到的困难是个二十世纪社会主义,中国的意识形态问题。 中医理论讲阴阳五行,令人望而生畏,所以当物质集是要搞中医理论的现代阐述,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来除去中医理论中的糟粕,用现代科学语言来表述,这样中医理论就可以发放出它固有的光辉,丢掉它现在的像人的假象,为什么一定要这样子五留住? 不止说人体昼夜节律,也因为中医理论还不是现代科学,所以就如写文章,还不是现代科学一样。 中医临床看病,多少是得靠老师带,以身家为主,延传为福。 中医教学最后要老师带着看病,一年,几年才能学成。 1984年6月2日至黄介平,前学生书信学上卷零零教二页。 四,科学技术是一个整体,中医不能独立于世界科学技术体系之外,犹如今天的中国不能立观自首一样, 阴阳五行学说,如是科学真理,就因能把全部自然科学都概括在内, 如果能,那就只有用今天科学技术最高概括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来阐述中医了。 马克思主义哲学能指导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 1984年12月1日至黄介,前学生书信学上卷零零二七页。 三,建立维向中医学。 一,古典中医理论提供了一个阴阳,物性,甘之启发出来的框架,这是一大发明。 但我们还只能说是启发,不是结论,到底框架是什么? 我们应该实事求是,用中医的临床实践去检验,不合适的地方要修改,最后达到合适的框架。 这时,微向的中医学也就出来了。 现在我想,中医的名利都是记,在根据他自己的临床经验,修订,为医书上的框架的。 其实,建立这种根据人体是开放复杂具系统,认识的微向医学,用的临床经验可不必限于中医。 西医的也可以提收,但不用西医的解释,而用我们的框架,这才是中西结合的新医学。 1989年1月14日至黄建平,前学生书信学上卷四本一十八月,二、一、阴阳等等,也是中医对人体功能状态变化运动的思考方法,也是中医思维的表现。 但我认为真正要建立微向中医学,还有深入下去的工作,即通过运用中医思维,学来以现代语言构筑人体,这个开放的复杂具系统的模型,由此进而讲清人体功能状态的变化运动规律。 最后建立用现代科学语言,表达的微向中医学,1989年12月2日至邹伟军,前学生书信学上卷0480页。 三、发展中医只有这一条路,要用强大的现代科学技术体系来使中医从古代的自然哲学式的,此辨式的论述解脱出来,要换装,变成用现代科学语言,表达的微向中医理论。 什么叫微向理论呢?就是完全从现象来总结,概括,得出系统的理论,也就是说,只讲其当然,现在还讲不出其所以然。 根据时间的经验,说明这是怎么回事,把它讲得有条有理,这就交为向中医学,前学生等论人体科学,299页。 4、如何用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综合集成法去创建文像中医学? 医学已有几千年历史,医案记录好如烟海,这都是定性的点滴认识,现在有了新的方法。 加上电子次计算机的帮助,综合集成是可以实现的,不但传统医学的医案,而且新医的医案也可以用听观点开放的复杂剧系统归难进来。 这就是综合阳气,创建21世纪的新医学,1989年12月8日至阳学棚,前学则书信学上卷,0484页。 5、有丰富临床经验的老中医,都会根据自己的实践认识对理论化假作局不效扫折,但一般不会注书利说,只受其亲近的门声,所以我们不能把中医理论看成是僵化了的死规律,它是在发展中的。 问题是怎样把老中医的智慧总结起来,会集成微向中医学,我想可以用现代科学技术,即一,用专家系统,人工智能技术把每一位老中医大夫的学问经验,记录成电子计算机程序,这项工作在几年前已开始了,只是扩广的问题。 2、有了大量不同的老中医指导下制成的各有特长的专家系统,我们就可以将其汇总综合,这也有具体方法,即我们现在称为从定性到定量综合集成法。 3、综合的结果是微向中医学,新的中医临床经验,还可以不断补充进来,所以这样的微向中医学是不断发展的。 3、1991年8月14日制作为日,前学生书信学上卷零六零二线,6、如中医工程学会能把各家中医的专家系统,用中医理论中,合成一个中医计算机辨证师制系统,家是一件大事,这个系统可以在临床实践中不断完善。 4、那就是微向中医学了,1992年10月10月制堂高德,前学生书信学下卷零七零营业。 7、对微向中医学的研究民主将在中国古代以一的基础上构出微向中医学,而我认为中国古代一一一的局限性太大,不适用于人体这一开放的复杂具系统。 不久前见到西安西北大学孟凯涛写的阴阳五行学说的数学论证,可见五行说的毛病,在于把客观存在的复杂性简单化了。 所以我不赞成您的主张,我认为您还没有从家传的中医学解放出来,真正进入现代科学。 爸,我劝您要大胆创新,实事求是,千万不要把开放的复杂具系统硬矿飞阳五行之中。 阴阳五行不能解决社会科学问题,阴阳五行也不能解决人体科学问题。 1994年2月16日至周伟志,前学则书信学下卷0886页,爸,所谓微向学方法论,即一切从时间出发,先概括出若干经验规律,再进而构筑一个经验规律的体系。 所以微向中医学,即从中医临床经验构筑一个医学理论,也就是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中医理论体系。 这将是人体科学研究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 在组建微向中医学的过程中,当然可以而且,应该参考一意理论。 但一的理论体系太简单,太机械呆板,不能几只开放的复杂具系统,人体,的全部学问。 中国老中医的行义理论就是微向中医学,用了周一的思想方法,但又不拘泥于周一,而是根据经验加以变通。 1994年7月9日,至周伟郡,前学则书信学下卷0935页,求古典中医学中的心,看来包括了血系统及脑系统。 脑血关系密切,人脑只占全身重量的2%,但用血量只占全身的15%,用空气量占吸入的25%,所以经典中医学认为新主生命,又主血脉。 在今天,我们建立微向中医学则自应心,脑分为两个角色单元,即在微向中医学,我们应根据经验我们对人体的认识,重新设计和角色单元。 不必一定要从古,1995年3月23日至周伟郡,前学则书信学下卷1036页,所谓微向理论是指一门学问,它是根据大量的实践,概括出来的。 它没有深入到事物的深层次结构,去找事物的本源,中医不讲人体生理学,不讲细胞等。 所以中医理论是微向现象理论。 1996年4月7日日前文景,前学生书信学下卷1134页。 4,创建人体科学的中医学,一中医和医学要走人体科学的路子,1987年6月25日至理智超,前学则书信学上卷0324页。 2,中医这个宝阔4只有用现代科学技术打开后,才能放出前所未有的光明,而这项工作又必须建立在对中医理论的正确理解。 1987年4月18日至实宝源,前学则书信学上卷0312页。 3,经典的中医学,西医这都有些不足之处,如,中医理论中没有人体人脑的结构和功能介绍,而西医实践中一般物诊率不下于三分之一。 中西医结合则也不解决问题,最重要的一个问题是人体潜能的发现。 1995年9月12日至武邦会,前学则书信学,下卷1086页。 4,从人体科学的观点,中医有许多比西方医学高明的地方,但将来的医学一定是集中医,西各民族医学,于一录的新医学。 所以请您也注意并收集国内,国外近年来对时间气象医学的研究成果。 以发展并深化,我传统的时间气象医学。 1990年12月11日至时镇林,前学则书信学上卷0553页。 5,我近来总感到医学,治病的医学,总有一个没有解决的问题,为什么会得病? 不是总有人不得病吗? 这种病剧无症状心机缺血,既然不是细菌,病毒感染,是人自身的问题。 但问题在哪里? 这是我近年来一直在求答案的难题,医学界好像还没有来得及考虑这个问题。 1993年12月26日至王世文,前学则书信学,下卷0863页。 6,中医与西医要真正结合,阳气上升为新医学,人体科学的医学,的确很不容易。 一,我曾说过,人体科学是现代科学技术工作中的珠穆朗玛峰,难的原因在于新医学是人体这样一个开放的具系统的科学。 除了中医,西医用的语言概念不同,还要用新的思维方法,从定性到定量综合集成法。 对此,我能想到的办法就是召集对此有兴趣的中医,向您和对此有兴趣的新医,向吴杰平大夫开讨论会。 所以,我既厚望于中国人体科学学会,1996年2月29日至周伟志,前学则书信学下卷1126页。 7,泛化思想象及意象、形象,也是从整体上认识事物。 这一思维方法的优点在于宏观,能比免微观方法的影响失大。 中国的中医就是用这个方法,所以我们称之为维相中医学。 但用马克思主义哲学,辩证唯物主义来看问题。 则想,微观认识不是可以不管的,也就是您还应该下点功夫学习西医学、胜理学。 使对人体的认识能落实到物质基础、细胞,以及细胞的内部物理与化学过程,然后把拘捕于整体,微观与宏观结合起来。 即从定性到定量的综合集成。 这是对人体这样的开放的复杂具系统,进行研究认识的方法。 所以,多几年前,就向您审传这个观点。 维相中医学是第一步。 下面的任务是把维相中医学与现代西医学辩证的统一起来。 阳系为更高级的医学,21世纪的医学,1995年11月19日至宗伟镇,前学生书信学下卷1098页。 吧,从无数到医学是人类历史的普遍发展规律。 世界各地都如此,西方也是这样的。 在西方,后来科学逐渐进步深化,就成为现在所谓西医学,但几年来又发现西医的一套也遇到困难。 所以又找到中国的中医学,这从马克思主义哲学观点来看,是一点不奇怪的。 是实践中不断深化对客观世界,包括人体的认识。 我们要从极其唯物论的西医,走到辩证唯物主义的新医学。 这是人体科学的任务,1996年6月16日至陶仙纲,前学生书信学下卷1152页。 如果喜欢本视频,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别忘了按赞哦。